对于台东市环保局再次到台东电厂积查并再度的扬言开发 台电除了重申台东市环保局的违法处置之外 也提出了两点说明 台东电厂除了满足全民用电 也提供台东市经济发展、工商建设以及市民生活所需的电力 更何况近年来台东市工商建设快速发展 用电需求也逐步的攀升 用电量已经从103年的257亿度电增加到108年的315亿度电 5年来已经增加了20% 已经超过了台中电厂的发电量 中火的二号机是需要运转的 6月以来进入夏季 受到季节风向的影响、空品良好 数日前万人睁看日环时就是最好的证明 今天二号机的运转发电 台中市一样空品良好 反倒是冬季 有时候电厂只运转了一半的机组 空屋却还是止暴连连 其实空屋的来源多元 成因也非常的复杂 需要全盘的考量以及治理 才能够奏效 不能把空屋的问题全部怪罪到台中电厂身上 中火的二号机运转 夏季的空品一样良好